他想買一個那種小漏勺來弄 後來想說 也不一定每次都有那麼多蝦子 因為露營的人 一來他的蝦子就少了 結果還是 隔兩個禮拜再來還是那麼多 我看他在那邊抓蝦子 我跟他講說 有沒有抓到 他說 沒有耶 真難抓 我跟他說我剛剛已經抓過了 真的是不好意思 他說你抓過了 不怪沒蝦啊 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我剛抓完 炸好他就來抓了 難怪抓不到啊 隨便說一句話 人家鬥志全無實在是很壞 本來他 來統候機 今天的樂趣就是要來抓蝦子 對 結果 結果你跟他說一句蝦子被我抓光了 他實在沒事情做 在我家不知道要做什麼 彎彎彎彎彎彎 你不要看這個油 奇奇怪怪紅色的 炸一次而已耶 你不要看這個油 奇奇怪怪紅色的 炸一次而已耶 反而是青的 炸一次蝦子就變紅色 你看蝦紅素多重 這個蝦紅素 染到整個油都變紅色 所以這個齁 西蝦就是這樣 太營養了 蝦紅素太高了 差不多了 水分太多了 水分太多了 散滿出來 跟上次一樣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好噴喔 再來一次 喔喔喔喔喔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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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要分兩次炸 這一次炸不下 炸起來就是漂亮 這樣 紅紅紅 這樣子 已經快輸了 超快的 這 這浸起來一定好吃的 就不會說 新鮮的 咳咳咳的聲音 有那種酥脆的聲音 就是好了 這樣子夾真的很慢 但是我沒辦法 有沒有覺得大隻的變少了 這就是有人露營啊 露營他會 晚上抓蝦一定 先抓到大隻的 所以大隻的變少了 就表示這邊的蝦子已經在慢慢 慢慢 衰退當中了 不過今年算很多了啦 吃了好幾趟 哇哩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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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危險 哇哩哩 火不大 它又不行 火不大齁 上次要炸很久 又不會輸 想買一個那種小勺 小肉勺來弄 後來想說 也不一定每次都有那麼多蝦子 因為露營的人 一來他這蝦子就少了 哇哩哩 隔兩個禮拜再來還是那麼多 真的是 弄不完 第二次炸的蝦子好像 比較橘色有沒有感覺 第一次的第二次的 這跟那個油溫有關係 油溫第一次比較高 先關起來 等一下再慢慢慢慢撈 這樣就很多啦 抓不到一個小時 先撒一點胡椒鹽 帶一點回家吃 吃不完那麼多 這樣兩個人吃就吃不完 開吃開吃開吃 天生就是吃吃吃吃 今天 第三次吃夏日 吃啊 吃啊 嗯 不錯 拜拜 這次就炸很酥了 分兩次炸 分兩次炸 但是一次 一次炸起來不行 今天都變中等了齁 炸之類都沒了 早上釣魚只釣了 一個多小時 炸了 這還有十間娃 只要準備一隻黑了 兩個人抓就很快了 一下子又一堆了 現在看起來蝦子還是在那個地方 沒有 沒有跑到別的地方住 但是 竹群慢慢就變小了 大光蝦又比較少 也有人露營 對 剛剛那一隻蛇 是我清竹師 昨天晚上 被人家打死了 那還很新鮮 在 白天在腳邊都沒看到 剛剛是晚上 所以晚上齁 蝦子雖然好抓 因為風險很高 晚上抓蝦 應該是要穿蝦公 穿蝦公 用 比較防蛇 咬 那裡面是塑膝鞋 蛇比較大一點的話 咬就過去了 所以啊 晚上抓蝦還是 還是有風險啊 好之後啊 天上是蠻黑的 而且黑了蠻久的 又有 大概二十幾個人來露營 以前我說過 這邊露營是很危險的 因為你要過這條溪 然後 過去對面還要過一條溪 大概要過三次溪 才能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現在啊 因為它這邊有網路 所以中華電信好像收得到訊號 台灣大哥大在這裡還沒有辦法收到 中華電信好像可以 所以你就可以看宜蘭有沒有下雨 這個是最重要的 如果晚上露營的話 宜蘭有下雨的話 桶後溪在上面在宜蘭 阿玉溪的上面也在宜蘭 但是阿玉溪就是從那邊 它的上面在宜蘭 這邊的桶後溪的上面也是在宜蘭 所以你只要看宜蘭有沒有下雨 會比較安全 但是一樣不建議啦 因為你水漲上來的話 你如果 硬要撤退的話 這邊是過不來的 而且桶後溪的水退很慢 如果這漲一公尺的話 你可能要住三天了 住三天才能走得過來 不然就要叫消防隊了 那就很麻煩 今天禮拜六啊 露營的人很多啊 沒什麼釣也那麼多了 兩點了 準備要 轉到阿玉溪了 走下來啊 剛剛那兩個 那個 小姐在那邊抓 那個草編那邊抓蝦子 我走下來的時候 我從那邊彎下來的時候 看到那邊抓蝦子 我跟他講說 有沒有抓到 他說 沒有耶 真難抓 我跟他說 我剛剛已經抓過了 哈哈 真的是不好意思 他說 他說 你抓過了 不怪沒有蝦子 真的是不好意思 我剛剛抓完 炸好 他就來抓了 難怪抓不到阿 沒辦法 他說 你沒有留一些讓我抓 我說我怎麼知道 你有人要來抓蝦子 所以這邊就是 大概蝦子只有一點點 對 抓完之後 大概就 沒有隔個一兩天 真的不好抓了 剛剛講蝦子被我抓過之後 他們就一致消沉 回溯下去沉涼 沒辦法 沒辦法 一句話 一句話 打消了人家的娛樂 對阿 反正他還抓蝦子 興致勃勃勃的 請我講一個 整個坐在手下哪兩阿 隨便說一句話 人家鬥智全無實在是很壞 本來他 本來他 他 來從後期 今天的樂趣就是要來抓蝦子 對 結果你跟他說一句蝦子被我抓光了 其實沒事情 在手下不知道要做什麼 他一定還在後面正著我 就是你把蝦子抓完阿 我今天來不知道要做什麼 對 他來就是要抓蝦子 你叫他在手下先手機 蝦子 呵呵呵 這樣實在 你如果看鴨皮 實在真不好意思 到阿玉西阿 這個水就冰了 喔會比較有魚阿 對阿 鳥吃 看著魚阿 但是這個 算小隻的 夏天378度的時候 魚都在阿玉西就是這樣 喔喔喔 對阿 魚呀沒說阿 它也知道要這裡比較舒適 跟人一樣知道要避暑啊 找比較涼的地方 那一整群耶 喔熟熟 喔喔喔喔 來了來了 靠腰 不敢吃喔 路來路水甲 路來路水甲 3點多喔 等到阿玉西來 現在變天了 而且起風了 上面超多人在露營的 明天中午之後降雨機率就80%了 在露營的齁 自己要注意 要看天氣 要猜猜猜 應該滿了 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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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今天燒的時候都睡著了 對,燒的時候就有大隻了 還不然燒的時候都 還是燒的時候都睡著了 一樣的圓圓一趟 都酒瓣沒什麼好看 準備給它放放 來,燒的時候就在這裡 準備幾個下午倒 吃起來很像是 也要來做那個 混蛋 吃起來很棒 吃起來很大 要來看 們的食物 吃起來很厭的 現在是4點多了吧 天上好黑喔 沒中啊 咬是很咬啊 我會打到冰冰球 這裡中五百兩斤 這裡中五百兩斤就多了 還跳起來就沒中了 都粗的 粗扁扁 粗扁扁 粗粗啊 趴下去就吃了 等一下看看釣油的準備要回去了 看釣油的 差不多啊 不錯了啦 大粒嘛這大粒啊 有啊 放一放 這邊有的也很大呢 你看 今天這個也很大呢 有的都蠻大的 有的 好啦 來回來了 去聽 聽 慢慢的歐啊 進來走